那么我得仔细的把这事给大伙说说 这个记者暗访之前呢 是接到了不少举报材料 有人就说呀 这施压庄博大南科医院的坑害消费者 这记者一听呢 我得去看看 那你明着去到医院去 人家肯定那不可能把这个内幕给你露出来 记者就只能暗访 暗访头一到他装病人 人说你咽一尿吧 他灵机一动 说我呀不用我自个儿尿 我用一杯茶水 我试试 如果连个茶水 他都给你咽出一堆毛病来 这不说明他胡说八道想骗钱吗 给记者看病的 他是这里的名誉院长主任医师 这位医生简单询问之后 让记者去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化验 在尿检的时候 记者故意做了点文章 送检的样品并不是尿液 而是一小杯绿茶饮料 没多久尿检报告出来了 结果让人匪夷所思 不仅绿茶饮料中查出了白细胞 记者还被查出了其他一堆毛病 给送电话报告出来了 被吸到头 尿到尿液 没准处杂肢 还有一个很小区 胜区比较厉 前面前也不得了 手业加上机器治疗 机器治疗 把里边的下管给他大通 把多数排出去 把这腰系上进去 治疗其次 他治疗其次 一天一次 你说一杯茶水 能验出这些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怎么想 我估计您肯定直拍大腿气的 这个医院太缺德了 坑害消费者 坑害病人 咱们这看病贵看病难 就这么给弄出来 那么说 有的人可能问 说老梁这事你不来气吗 我跟大伙说实在的 这样的事 我2007年以前 和你一样气愤 说怎么还2007年以前 我给大伙讲我的经历 五年前在杭州 发生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事 2007年3月 杭州的一家媒体 为考察一德一风 以茶水冒充尿液 在十家医院化验 其中竟然有六家 查出阳性 此事引起社会各界 对医疗行业 医德一风的一致抨击 事件发生后 一家名为丁香园的医药 与生命科学专业网站 在全国范围内发起 用茶水当尿做实验 全国92家 三家医院医务人员 近百名医务工作者 积极响应参与 以实验证明 茶水咽尿 九成化验单 呈假阳性 次日 为了不首次对该事件 做出回应 表示 相信该新闻策划的出发点 是希望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但由于当事人不了解医疗服务 误导了广大公众 有备于媒体记者 职业道德的规范要求 当时我们听了之后非常气愤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 叫大家看法 请我们去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设置正方反方 我当时是坚决站在 这个咽尿这方立场上 医院缺德 我们呢 当场展开了 就是激变 在节目里边 我们到医院去看病 是找大夫看病 还是找医期看病 如果找医期看病的话 那还要大夫干什么 那么通过这个过程 包括我在底下和对面几位嘉宾的交流 我发现我想错了 我错在哪了呢 第一个我不了解实际情况 第二个 我对一些医疗的基本知识 那时候有盲点 就是就这个事本身来讲 是记者这边出了问题 而不是医院出了问题 我说到这儿肯定有的观众 老梁你怎么是非不分了 一杯这个茶水能验出的这些结果 这不医院缺德吗 您别急 你听我慢慢分析 你就知道 首先第一个 你就从医院这讲 我们看病 医生和患者之间应该怎么交流 在这个西医里边讲 你以往的病史 加我临床的诊断 构成了我对你病情判断的全部 中医讲什么 忘闻闻邪 我看你还得问你 问就是你最近怎么样 这疼不疼 饮食规律不规律 大小便如何 这是忘闻问切 也就是说 病人和医生之间 细细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前提是什么 病人得如实的提供自己的信息 这样大夫才能根据你这个状况 来做出诊断 如果病人给大夫提供的是虚假信息 那大夫没法诊断 你比方说到你去 大夫问你哪难受 你明明脑袋疼 哎呀我这个屁股疼得不得了了 那大夫怎么办 大夫比方说 捏你这胳膊捏你肚子 这疼不疼 你明明疼得要死 一大事没有 一摸到这明明你不疼 哎呀疼得不行了 说大夫还能给你看病 还怎么给你看病 所以你拿这个茶水当尿区 本身来讲就等于给大夫提供了虚假信息 有人说那虚假信息也不该验出这些 哎这里又涉及到一个仪器问题 因为它验尿用的是仪器 这个仪器呢 它没法区分是尿还是茶水 这个仪器设定就是所有送进来的液体都是尿 它根据正常的指标一一对 发现哪个地方不对的 它就得出一个你尿里遗偿这样结论 那茶水当然有很多成分和尿是不一样的 所以仪器它不会分辨这个事啊 这就像我们有个笑话 说我这体重沉站到这个体重仪上 突然体重仪喊一声 凭止两个人站上去 这是个笑话的当然 这说明仪器它没法分辨你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仪器只能把所有进来的液体都当成尿 那哪项不合格它肯定它报告里面就会显示 就跟平常尿液正常指标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科学规律这仪器检测 有人说那大夫怎么不把关 你让大夫怎么把关 这不也太前而所难了吗 当然医院里有时候会出现这问题 你把尿液放在那边容易拿混了 结果把结果弄错了 这方面医院有的时候管理有点漏洞 在你不能排除一种情况 有的朋友 咱们可能有朋友就这么干过 为了能向单位请下来病假 能到医院开病假条 往尿里头对鸡蛋清 一检测白衣泡超标 有炎症如何放假 这事也有 但是总体说大家记住我那两点 你病人得如实向大夫提供自己的信息 这是一个起码的道理 起码的伦理 再一个记者用这个茶水去代替尿 是违背医学伦理 违背科学原理的 非茶案发 引发舆论漩涡 一杯绿茶 如何考量谁是谁非 民营医院 本该妙手人心解伤痛 为何却成舆论责的焦点 老梁观世界 茶水咽尿的是是非非 正在播出 记者用茶水代替尿这个行为 本身就是有罪推定 就认定了这医院一定有这事 所以他才用这种方法去试人去 这等于是预设立场 这种方法是什么呢 不能用错误的手法去纠正错误 所以首先第一个 这个记者犯了有罪推定的网络 你看我们看过很多案访 案访是什么呢 我到那去如实的把现场情况拍下来 得到的反应 那么这个符合新闻伦理 就说新闻呢 我作为记者客观中立 原汁原味的反应实际情况 报道客观事实 可是记者不能参与制造新闻 就是你拿自己的料去验 无论出什么结果 这都正常 可是你拿茶水 这是什么呢 你在制造个新闻 记者不能参与制造新闻 你只能客观的报道新闻 其实这个事很简单 这个记者之前也查了 自个尿啥忙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用自个尿去验一下呢 他结果出了一堆毛病 这新闻不做得更实了吗 这说明你确确实实 发现了问题之所在吗 结果你用茶水验掉 把这个结果放大去报道去 反而容易给现在本来就脆弱的医患关系 你给火上浇油了 这家医院确实有问题 确实存在那些欺诈小费者的 石家庄 博大医院等几家南科医院和诊所 乱诊断乱开药 违法行医等问题 节目播出之后 石家庄是立即进行了查处 目前博大医院已被查封 并被立案调查 该市已经紧急开展了医疗机构大检查 重点打击非法行医和医疗欺诈行为 也就是说这个医院有问题 确实有问题 但是医院有问题 不等于记者这种行为 就是完全正当的 大家一定要把这两个事分开 那么咱们今天还得给大伙说说 这个南科医院 它问题出在哪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问题 有个典型的例子 这我在网上看的 有一位朋友到长春一个名医院看病去 看病就是觉得吧 排尿不畅 就我们常说 要几尿分 要分开 跟前列腺也还差不多 可是这家医院给他检查完 说什么呢 你呀有性病 有眉毒 你得赶紧治 不治的话 我跟你家里人都倒霉 你都得五六年了 给这位下的赶紧忙活什么的 花了好几万块钱 说治好了 他就怀疑 我说这怎么回事 然后他到其他一家医院去看 家医院把他以前数据比照一下 说那家医院骗你 你从来就没有没毒 他又找那家医院 那家医院说 这个我们给你治好的都是 花好几万 你这不坑人吗 还有的名医院用假病例 做一个假的检查结果忽悠你 反正你把钱花了 他也就当事过去了 今年三月 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记者 来到西安市魏央阳光医院大门口 以患者身份进行暗访 记者先被安排做了笔钞 随后被大夫告知 盆腔有基业 另外很可能还患有其他妇科疾病 建议进行全面检查 记者随后去了一家公立大型医院复查 大夫给出的结论是 盆腔没有看到基业 没有炎症 事后一位在阳光医院工作的医生揭露了其中的秘密 原来该医院规定 不管就诊的病人 有病还是没病 都要报其有炎症 医院内部还规定 每个医生每月必须完成三十万的任务 于是只要能挣到钱 无论有没有没有必要做的手术都可以做 通常一个病人进来以后不花几万块钱是不让走的 由于近些年南科门诊的需求量大增 类似的现象在民营南科医院往往更为突出 以前在一些检查的过程中 他可能白细胞能打一个加好 但是在这些民营 他会应当到三个加好 怎么能办到能力有化验单的呀 化验室来解决问题 一杯绿茶 听报南科医院诊疗重重黑幕 茶水咽尿是有为医学常识 还是媒体巧识妙计 处境尴尬 民营医院何时走上光明大道 老梁观世界 与您一同聚焦 茶水咽尿的是是非非 一般这南科医院都是民营的 为什么都是民营的呢 咱们是个正规大医院的 不怎么设南科医院 往往都是一些民营的医院设这南科 什么叫南科 南科相对于富科 主要是看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的 在我们传统的思维当中 从学短说看这个病的不好 那么这种病大伙都知道 哪个男的要得了 他不好意思跟人说 羞于其耻 觉得挺难看 过去看这种病的人呢 代表也瞧不起的 东北好多地方管 看这个这类病的 尤其看性病的 叫看外病 也有叫看歪病 歪字咋写 不正 这不正经的病 你看不正经的病 这人也正经不了 所以过去往往看这个病的人 都是什么江湖游医 电线杆子上边 贴小广告 在中国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 好多人觉得羞于其耻 可你上哪看去呢 正规大医院里没有男科 有的时候你去那还怕碰着鼠本 你就到一些民营医院 给你绝对保密 一般到那地方看这类病 大伙先跟你说 给你保密 你放心这什么 解除你后顾之忧 所以好多人看这种男科疾病 到民营医院去 所以这是现在 为什么男科医院 各个地方都有民营的干 一个重要原因 你咱不论你生活在哪城市 你听电视台的广告 或者广播电台广告 男科医院的广告都特别多 感谢观看